放暑假再加上疫情解封 国内各游乐区以及风景区总是挤满游客 不但没有消暑反而觉得更热 究竟要到哪里玩才能够避开满满人潮 享受难得的清凉舒适呢 每周四下午4点欢迎锁定爱台湾YouTube频道 带您探索全台各地的秘境景点 年年夏日和出游 新北市平民区的好山好水 不但孕育甜美茶香 区内几个秘境景点更是热情迎客 无论是金瓜辽茶香生态村 还是金瓜辽西上游的九穹根清水公园 都因为位在群山环绕的环境中 就算是大热天时 户外温度就是比都市低了摄氏好几度 在这里野餐 泡茶 放空 呼吸分多金都非常舒适惬意 平浅溪水里随时可见鱼群悠游 清水 细水 安全无余 如此完美的秘境景点就在新北平林哦 永远吹不停的海风 一阵又一阵迎面而来 新竹海岸线这里就算夏天日正当中 也让人觉得凉爽 长达17公里的南辽自行车步道 沿线串联渔人码头 渔林天梯 红树林公园 香山沙丘和生态丰富的湿地海岸 沿线一望无际的撞扣海景 让人忘却所有烦忧 无论情侣优惠 亲子共游都相当适合前来 喜爱亲近壮阔大自然的人 或爱拍照打卡的网美 都别错过这条拥有海洋 森林和沙漠美景的北台湾秘境景点路线哦 台北市气温连年打破全国纪录 大热天里在北市中心 就有个充满森林风味的室内秘境 可供亲子同游凉爽一下 华山文创园区里的亲子园地 木浴森林 这个充满森林风的原木室内乐园里 一大片的免费木质玩具体验区 让小朋友可以在这里开心玩上一整天 有的游具和玩具不但好玩 还具有教育性和启发性 上升木球飞向月球 马戏跳跳跳 宝石叠叠乐 大人小孩都爱不释手 榴莲旺版的亲子一日游秘境 就在华山文创园区木浴森林 如果你有这个时间的话 也可以来这边走走哦 那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精彩的节目内容 请锁定每周四下午4点的 爱台湾YouTube频道